听说美国空军要在五年内为F35安装新型空机激光武器 或许之后的空战就会像电影那样 激光满天飞 中巨弹机炮这种老古董都会被淘汰 这就有一个问题 当前的机载激光武器 在实战中真的比中巨弹机炮好用吗 F35的激光版本能否顺利推出 说实话 激载激光武器的难度要比陆军海军大N倍 陆军太重那就上卡车 海军更变态随便放 但空军不行 对激光武器的体积大小有限制 但凡大一点就装不下 所以美国对激载激光的试验 基本上都是大型运输机 比如AC130炮艇机波音747 那为什么美国空军会表示 要在五年之内为F35安装激光武器 火力军估计美空军的底气是洛马的Lancer 它是洛马在100千网这个领域 最小最轻最高能的激光武器 体积只有陆军激光武器的六分之一 在设计中Lancer就是挂在F16机腹上的 如果能研制成功 给F35装一个也未尝不可 在当前的空战环境中 激光武器真的比中巨弹机炮好用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首先看一下 激光武器对F35的影响 为了给F35装上激光炮 美国准备了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就是外挂的激光炮吊舱 F35B就是在机腹下面挂了一个 25毫米机炮吊舱 之后就可以把它换成激光炮 不过这个方案需要把激光炮做得非常小 把能源 线缆 激光发生器 散热装置 都在像附油箱那么大的吊舱里 技术难度很高 这就考验洛马的水准了 只是吊舱式的激光炮 公务与一般都不大 就比如洛马的Lancer 预估是100千瓦之下 同时还要对飞机本身做一些改造 要用足够粗的线缆把发动机的能量输出给吊舱 才能实现持续射击 要不然打个一两发就没能量了 第二个方案就是去掉F35的机炮 直接改成激光炮 F22和F35的航炮都装在进气道上面 占据了几百公斤的重量 一般还用不上 只是这个方案的限制比第一个更大 不是改造战机就能解决的 考虑到激光炮的能量散热等问题 如果要在战机内部加装激光武器 需要对机体空间进行大量修改 不亚于重新设计 如果美空军想在五年内就用上F35激光板 加一个激光吊舱是最快的 也是最有可能的 不过吊舱这东西对五代机很不友好 为了确保没有突出结构 预防在敌方防空系统上产生强烈的雷达信号 F22 F35苏57都是内置吊舱 一般情况下 不会挂在额外的邮箱或者吊舱 如果美国给F35将一个激光吊舱 那么战力是不升反降的 在实战中 甚至不如中巨弹与机炮 在中巨弹那期视频中 火力军也聊过现代空战的四先原则 先敌发现 先敌发射 先敌命中 先敌脱离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敌发现 而F35加装吊舱之后 隐身性能大打折口 敌方雷达离很远 就能发现F35 同时激光的战力 并不能弥补吊舱带来的缺陷 说白了 激光武器就是威力比较大的光 速度也是每秒30万公里 而就算是10倍音速的武器 速度也才3.4公里每秒 二者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更别说中巨弹的司马赫 激光武器可以做到 发现即命中 但是当前激光武器的射程 与威力一般 命中即摧毁 还稍微有些难度 激光武器的毁伤效果 与功率有关 如果功率比较大 目标也在有效射程之内 命中即摧毁 没什么问题 但是激载激光武器 一般都是小功率 不会超过100千瓦 这就需要长时间 照射目标的某个固定位置 在对付激动目标的时候很难 而且武器这东西 不光要速度快 射程也要远 现在空战大多都是超视距 双方距离几百公里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中巨弹的射程都是上百公里 AIM-120D 160公里 流星导弹200公里 但是激载激光的射程 比中巨弹短了10倍 当前 激载激光武器的有效杀伤距离 最高也就20公里左右 30千瓦的激光武器 射程为200到4千米 10秒的时间就能摧毁一架 不上格斗弹与机炮 既然射程近 那我们就可以模拟空中格斗 F35A携带的AIM-9X 射程30公里左右 速度3马赫 机炮是口径25毫米的GAU-22 最大射程4千米 精度很高 命中参数达到了1.4米位 在3000米的距离上 可以击中一块几平米左右大小的把镖 弹着点也基本都在把心 当然 论精度与速度 激光武器比格斗弹机炮更强 机载激光武器 10公里的距离能在0.0000001秒内 就能击中目标 可以做到 发现即开火 开火即命中 全程自动化 不需要飞行员瞄准和操纵 只是激光武器需要充能时间 不能连续发射 目前 机载激光炮的前端覆盖角 约为15度圆锥区域 充能时间约为25秒 如果是携带高能电池 可以缩短前三次的攻击时间间隔 但后面还是一样 因为要解决散热问题 美国50千瓦激光系统都电机 在热量管理和冷却方面不太行 其中输入系统三分之二的能量 都被转化为热量被浪费掉 只有三分之一的能量 以激光的形式输出 就比如 诺格在Sherry的计划中 研制的陆基激光器 就因为技术问题 导致连续起火发生故障 而推出竞标 美国海军装载庞赛号的 30千瓦激光系统 与波兰号上的150千瓦激光系统 都需要在发射间隙为电池充电 很难连续作战 对于体积和重量都有限制的 基载激光武器而言 这些问题只会更明显 总的来说 F35加装激光吊舱 火力军的看法是影响战力 远不如中矩弹机炮好用 如果是五代机的超视距空战 隐身性能被破坏的F35 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如果是近距格斗 激光吊舱的射程 又比不上格斗弹 无法决定双方的胜负 激光吊舱与机炮比 甚至都显得有点后继无力 如果想要威力更大 射程更远 激光器的体积和重量 就会越大 按照美国的测试 中等功率的激光器使用的设备 至少需要20吨 大小相当于两辆卡车 并且美国空军与落马都认为 蓝色只是实验性质 其功率还达不到实战要求 当然 火力军这么说也不代表激光吊舱没有用 战机能带的激光吊舱功率小 有效射程短 本身就不是一种进攻性武器 而是用于防御 激光速度快 拦截导弹时不需要考虑物理移动速度 对准发射就行了 比如将激光吊舱安装在大型运输机 电子干扰机之类的大型高价值目标上 用来全方位防御来袭导弹 增加战场生存性能 或者说专门为大型激光炮研制一种战机 与A10类似的内容 A10就是完全围绕机炮设计的 机头安装了一门6管30毫米GAU8 重量达到了2.7吨 但是后座力达到了19吨 开炮时飞机会剧烈减速 为了这门炮 A10机体付出了巨大的结构重量代价 但是战斗力方面超强 所以激光炮也有可能像A10那样 给大炮插上翅膀 不过完全围绕激光炮设计的飞机 外形上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 战场用途估计与无人机差不多 用于保护友人战机 至于F-35加装激光炮的问题 火力军觉得不太可能 美国的机载激光武器确实可以 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测试记录了 1983年 美空军在波音707改装的NKC135型飞机上 安装了500千瓦功率的激光炮 把从A7向它发射的5枚ATM98型导弹击毁 在后来的测试中也能击落高速飞行的战术导弹 还有美国空机反导激光拦截试验机YAL-1 在波音747内部安装一个化学激光装置 机头安装了激光炮塔 听说可以在200到250公里外 同时击落两枚导弹 在效能方面完全可以满足实战需求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个头太大 YAL-1激光武器里有6个激光模块 一个模块的重量就有3吨 光激光模块的总重量达到了18吨 美国之所以选择波音747 原因就是飞机本身的载重大 并且还有4台大功率的喷气式发动机 能为激光武器提供能量 因为重量太笨重 适用性一般 重点是价格也很贵 每架飞机的采购价15亿美元 从项目开始到2011年 YAL-1项目已经花费了52亿美元 空军根本买不起 后来美国开始研究激光武器小型化 以及增加激光的发射功率 成果就是固态激光 激光武器最初的时候 用的是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 后来就是YAL-1使用的化学激光器 现在则发展成了固态 简单来说激光器就是放大镜 增加光的威力 而固态激光完全依赖电力 不需要像其他激光器那样 利用某些特定的化学物质 相比较气体 化学激光器 固态激光器的体型也更小 但光是这样还不够 目前理想的光纤激光武器的 电光转换效率不足35% 而按照美军的计算 能够拦截巡航导弹的激光武器的 射出功率至少要300千瓦 但这种规模的激光武器需要匹配庞大的能源供应装置 这会影响战机的机动性 如果激光器的功率不足 就必须保证击中导弹最薄弱的位置 并且还需要长时间的照射 或者多次照射 才能彻底寄回导弹 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F35想要加装激光吊舱难度很大 战机加装激光吊舱 最关键的就是激光系统的尺寸和能源供应 尺寸就是火力军上面说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美军也有一定的成果 已经在汉马车C10上测试过 就比如落马2021年 向美国交付的DEM Suried 能安装在史崔克装甲车上 试射时还能击落10公里远的无人机 U0710 AC130J也能安装50千瓦的激光炮 小心化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但10公里的射程也就比机炮多了一点 空战的作用基本等于零 并且激光炮吊舱会影响隐身 只能给四代机用 其次还有能源供应 在YL1实验机里 美国空军用的是波音747上面的四台发动机 为激光武器提供能量 F35也可以借鉴这个思路 美国空军在研发F35的时候 就想过给F35安装激光武器 所以发动机做得很不错 2022年底最新公布的数据 在F35最大推力已经达到了20吨 因为主发动机有几十兆瓦的轴功率 可以运用附件系统 从低压压气机轴上提取一部分功率用来发电 F35内部也采用了全机综合电力系统 可以为激光武器充电 尺寸散热或者增加电光转换效率 夜视问题以及机身抗腐蚀问题等等等等 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军事基地测试时坠毁 还有F35A的妥善率也是美国空军应该操心的 2021年美国空军F35A的妥善率只有68.8% 到了2023年4月 全部型号的F35仅有56% 可执行完全任务能力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 才是F35应该重视的 加装小型激光炮稍微有点走遍了 各位认为F35的小型激光炮能在五年内投入使用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